親愛的傑斯的新老朋友們 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今天非常榮幸能夠在這裡來為大家 分享我們傑斯的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的交互式網購系統 是什麼樣子的 那傑斯這個系統呢 非常的簡單 容易操作 我想 每個人想開始一個生意 都不想太複雜了 那麼在傑斯呢 我們不需要去為別人去買貨 囤貨 賣貨 送貨 我們所需要的呢 就是一個 好好的體驗產品 然後呢 把這個 這個非常棒的一個 就是我們的 這個交互式網購的這個模式 分享給周邊的朋友 或者是把我們的這個 細胞優化管理系 這套產品分享給朋友 所以說我們需要做一個分享 就夠了 那麼這個是一個新型的 商業模式 那麼它有別於我們以往的 所有的這些 什麼銷之類的 這樣子的模式 那麼大家呢 就來一起來看看它的不同的地方 那麼傑斯呢 為什麼這麼簡單 因為我們的公司 已經把我們的這個 就是全球的這張網 已經給我們鋪好了 那麼我們 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 用這個 Visa或者Master 或者是 American Express GCB 在網上加盟一個套餐 就簡單的 就成為一個會員 那麼公司呢 它呢 跟全球最棒的物流 這個公司一起合作 在美國是跟這個 UPS 還有這個FedEx 一起合作 那麼在中國呢 是最棒的這個 就是順風快遞 一起合作 就直接把產品 寄到你的手上了 那你朋友要加入 加盟的話呢 也是這麼簡單 那麼我們不需要去跟 我們所分享的 這個朋友 有任何的 金錢的交易 那麼 當你在這個平台上面 獲得獎金了之後 又怎麼樣子發放呢 我想大家可能會 比較 注重這方面 那麼 在美國跟加拿大的 這個會員的話呢 我們會在 就是 這個後台呢 就是 會 收到我們的 獎金 可以看得到獎金 那麼 它呢 可以直接寄到我們 這個支票 直接寄到我們的家 或者是呢 你在後台呢 做一個動作 把它直接的 發到你的 銀行賬號 那麼你每 每一周呢 都會收到 這個獎金 那在中國的 會員呢 也是非常簡單 我們 在買了第一次 產品的時候呢 就會收到一個 全球的 提款卡 那麼這個 提款卡的話呢 是可以在 任何一個國家 進行 消費 而且在 任何一個國家 提出 當地的 現金 這個是 非常 牛的 一張卡 好 那麼 接下來呢 為大家來解釋一下 這個傑斯的 這個營利模式 到底跟其他的公司 有什麼樣子的不同 那麼首先 我們的一個 營利模式呢 就是以消費為導向的 這樣子的一個 營利模式 那麼我們每天 或者是 就是在我們這個 現在的這種 生活模式當中 我們都有在進行 網購 那麼我們有在 Amazon上面 有在這個 中國淘寶 各種各樣的 這個網站上面 進行 網購 但是 我們有沒有 從這個 網購當中 拿到這個 公司的 利潤分配呢 肯定是沒有 是吧 那麼 傑斯呢 就給你提供了 這樣子的一個 機會 你就是一個 簡簡單單的 消費者 那麼 你可以 華麗的轉身 變成一個 消費商 那麼這個意義在 什麼地方呢 就是說 我們 每一位 消費者 又是 客戶 又是 老闆 這個 經營模式 咱們傑斯 是第一個 來做的 叫交互式網購 而且呢 我們在群球 是做最棒的 好 那麼 其實我們 就換 換一樣產品 換一個產品來做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 賺到 平時 賺不了的 錢 就是這麼一個 非常簡單的 概念 好了 那麼 第二點呢 就是以 重複消費 為導向的 一個持續 獲利模式 有很多朋友 就在想 哎呀 我這個 生意的話 我需不需要 去給人 賣貨啊 我最怕推銷了 其實我也是這樣子的 我不喜歡去給人這個 推銷啊呀 讓別人買 什麼東西 那麼 我們傑斯呢 沒有 這樣子的 就是說 我們不會去 給朋友去 印 推銷 什麼產品 讓 這個 這個 讓他們買 然後你要去完成 什麼業績 因為我知道 傳統的 很多的 其他的 生意 金字 金字旁的那個 銷的話 你就是要去做銷售 不僅你去做銷售 你的團隊還要去做銷售 你做得越好 你的團隊的業績的要求越來越大 就很 很難 就是在這個就是整個的這個環境當中生存 但是在傑斯的話 你就是分享分享給你的朋友 然後他們也是消費者 那麼 你要想拿到這個 這個消 就是他這個 消費為導向 重複消費為導向的這樣子的一個獲利呢 你只要完成一個 自我消費 在傑斯呢 就是60積分 就是一盒配權 就是一天一杯咖啡的這樣子的一個 消費 我覺得太簡單了 因為我相信我們傑斯 所有的會員不只 用 一包白麗露醇 我們大家都是 非常愛他的產品 會買很多 來用 吃的 抹的 是吧 那麼 在這裡呢 我就要給大家講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了 很多其他的公司 他們有這個銷售 業績的時候 雖然說他們也是 宣傳的 你這個是可以持續性的收入 也可以傳給你的下一代 怎麼怎麼樣 但是 我們傑斯 你哪怕是做到了 鑽石總裁 雙鑽總裁 或者是黑鑽 什麼鑽 你 對你的要求都是什麼 一包白麗露醇 的這樣子的一個 所以說 當你在 經營如果是其他的這種 有業績的要求的時候 即使是你做得非常好 你把這個傳承給你的孩子了 想想 你的孩子 有沒有可能像你這樣子優秀 有沒有可能去跟你一樣 銷售這麼大的業績 來保持他現在 在傑斯的話 我們傳承給孩子 孩子不需要去做任何的事情 他也許他不會像你這樣子的 但是 他可以消費 他可以完成他自我的消費 他就可以 接下來 拿到你 給他傳承的 這份財富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 持續消費 導向的這個 獲利模式 就是我們 培養一批 這個 愛用者 這些愛用者的話 不是你去推銷他要買 是他自己用了之後 他重複消費 重複消費 而給你帶來持續模式 好 那麼第三個呢 就是以 人才為導向 導向的這個 管理效益模式 那麼 舉個例子 我們的這個 網店 就像一個空中的 麥當勞 或者是 空中的 這個 星巴克 你呢 就是 星巴克的 老闆 你可以在 網上去 開無數的分店 而你 開出去的分店的話呢 他們也可以在網上去 開無數的分店 那麼 當你的分店在賺錢的時候 公司說 我要獎勵你 因為 你很厲害 你的分店都在賺錢了 那麼這個就是一個 激勵你去 找 厲害的人 去 開分店的 這樣子的一個 激勵模式 那麼 在 我們 作為一個 普通的這個 消費者 完成 就是 每一個月 一核 或者是六十積分的 一個消費的時候呢 你就擁有這六項 收入 是不是很棒啊 有六項收入 那麼 第一個零售收入 零售收入呢 我們基本上 不會去做 為什麼呢 他是一個 賺P0差價的 我們 希望 我們推廣給的 朋友的話呢 都是能夠拿到公司永久 六五折 優惠的 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產品的 所以說呢 我們希望就是 會員能夠成 就是朋友能夠成為會員 能夠拿到 六五折 優惠 那我們在推薦的時候呢 有一個推薦 收入 那這個是公司給到我們的 就像 我們做了一個廣告 給我們的廣告費用一樣 那麼這個推薦收入呢 是從二十五美金到五百美金不等 那麼 雖然說我們在前期的話 這個收入 看上去還不錯 但是真正 在傑斯 最厲害的收入 是在後面這四種 從 第三到第六 那麼 這個是一個 持續性的 倍增的 一個收入 那麼 我想 我們在座的 每位朋友 都想 就是 工作個幾年 能夠有一個持續性的收入 那是最棒的 因為很多的傳統的生意老闆 今天做 他就有 明天住 明天不做了 想休息 或者是生病了 他就沒有收入 那麼 傑斯的第三個 積分 碰局收入 就是 我剛才講的 我們的一個 以重複消費 為導向的 收入 那麼 我們的每一位會員 當他加盟的時候 他買的套餐 以及他重複消費 的這個 就是 購買的 這些產品 那麼都會 換算成 積分 那麼在傑斯的話呢 我們有兩個 運營區 比如說我今天成為會員 那麼我 推廣的 分店呢 就像我們做這兩邊 就是 這兩個市場 一樣 分為左區 跟右區 那麼這些 所有的朋友 他們的消費 積分呢 都會 從下 往上 傳 而且呢 是全 球的這個 消費積分 只要在你的 系統裡面的 那麼 這一點就非常 厲害了 那麼 我們的這個 收入呢 就是來自於這個 我們是 不會去 賺任何的 差價的 每一個 會員非常的 平等 拿到的價格 都是 一模一樣的 那麼 那麼第四點呢 就是一個 市場管理收入 就是我剛才講的 人才導向的 管理收入 就是我們 培養的人 就是他越成功 我們就越成功 為什麼呢 因為公司 為了感激我們 感激我們 對這個 這個就是 我們的這個 分店的這個店主 對他的培訓 讓他成為一個 非常棒的 這樣子的一個 經營者 那麼我們的這個 額外的管理收入呢 是可以拿到 七層的 這個是 非常非常棒的 所以說呢 這個收入是沒有封頂的 那麼第六點呢 就是一個 鑽石全球 分紅 那麼 剛才 Narisa老師也講到 我們這是一個 全球的生意 那麼 如果是 你達到了 就是我們的 鑽石的 這個 股東 級別的 這樣子的 一個 層次的話呢 你將擁有全球消費的 這個 年消費的 3% 而且是每個季度都在分 這個是什麼概念呢 大家可以 底下去算一下 我們每一年的 這個就是 銷售額是 十幾億美金 然後現在呢 有幾 幾百位的 這個鑽石 在分這 十幾億美金的 3% 每一個季度 那我是知道 少的人的話呢 是可以 少的鑽石 他們是可以 分到一輛豪車 這樣子的 這個金額 然後 高的呢 是可以 買一 買一棟豪宅了 所以說這個是 非常非常 可觀的 而且 這個鑽石 鑽石級的 這樣子的 一個分紅的話呢 也是為了 感激 我們 這麼優秀的 這些鑽石 他們在底下 培養了 無數的 這些 非常厲害的 分店的 這個店主 所以說 你在 傑斯你可以看到 是一個非常 積極向上的 然後每一個人都願意去 幫助 下面的人成功的 這樣子的一個 非常良性的 一個循環 那麼接下來呢 就是 另外一種 這個 獎勵制度了 就是 我們的 旅遊獎勵 那我想 在我們這個 就是 傑斯日平台上面 大家工作 都很辛苦 然後呢 現在就是一個 機會 就是 讓你在 一邊健康 一邊美麗 然後一邊 得到財富的 同時呢 可以 跟隨公司去 到全球最棒的 這個旅遊的經驗 去 做 就是 去感受 我們的這個 VVVIP 這樣子的一個 享受 那我自己呢 是 在 2016年 去參加了公司的 這個 在 德國的 這個旅遊 真的是 非常棒 就是 這種旅遊 跟我們平時 去參加旅遊團 或者是 自己家庭的旅遊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你是 感覺你是一個 非常自尊的 自尊的一個 一個 VIP的 一個客戶 然後 公司把所有的事情 都給你安排的 妥妥的 而且呢 跟一群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去旅遊 非常棒 好 接下來呢 要給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公司 我們的 老闆 是一個 非常有愛心的人 那麼他呢 所創辦的這個 慈善機構 叫 Genest Kids 他是想 讓我們 就是 從社會 所取來的 財富 也要 回饋於社會 於是呢 他把 全球 業績的 百分之一 就是 把他 拿去捐贈給我們 這些 第三世界的 孩童們 而且我們是跟全球的最著名的 MeToo We 這樣子的一個慈善機構 一起來合作 而且當時 這個 MeToo We 就說 我們公司 在全球他們的合作夥伴當中 我們公司是最有實力 最有大愛的 所以說我們 應該是 感到非常的自豪 好 最後呢 來為大家 介紹一下 我們公司的 營銷系統 這個 Genest University 我們的傑斯大學 我們全球呢 有11所傑斯大學 為了幫助我們的 這個 所有願意來分享的朋友們 在這個平台上面 成長 那麼 今 這幾 這幾周呢 我們就是 為什麼這個會場 現在看上去 人不是太多 就是因為我們 很多的朋友 要嘛去了 奧蘭多 我們總部的 這個 年會 要嘛就是說 要到 這個 澳門 去 參加這個 澳門的 年會 所以說呢 這是一個 非常棒的 一個 生意 因為我們的 公司呢 是全力的 支持我們 在這個平台 上面 成長 那麼大家如果是要來 分享要來 經營這個生意 一定要去我們 Genest University 那麼 在 10月26號到28號 我們在西部 有一個 這個 University 現在已經在網上 應該是在賣票了 那麼 是兩天的一個行程 就在帕薩蒂娜 很近的 這個 帕薩蒂娜的一個 一個 conference 這個 到時候你可以問一下 你的推薦人 可以去感受一下 傑斯的實力 還有傑斯的這些 就是 創辦人 還有他們的 這個 就是 在 前年 世界科技前年的 這些科學家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 你可以去看一看 親眼的去看一看 在這個平台上面 成功的 很多很多的人 然後親眼的去 去親 親耳的去 聽他們的分享 那我自己呢也是 因為去參加了這個傑斯的 大學 而啟動到我 想要來 經營這個生意 因為我覺得 在這個平台上面 很多 普普通通的人 都在成功 我自己也可以的 我相信大家也可以的 好 那麼 選擇傑斯 成就未來 我希望大家呢 真的是能夠抓住這個 非常棒的一個機會 來 試產品 然後呢 多多的學習 來了解這個生意 今天如果是沒有聽懂 沒有關係 你只要覺得這個是一個機會 你就把它抓住 好的 那我接下來呢 就是我要邀請三位朋友 來給我們做一下這個見證分享 那麼 首先第一位呢 是 我們邀請這個 David 來給我們這個做分享 然後 Julie 好 謝謝 然後 還有一位是剛從我們 奧蘭多的這個年會 回來的 劉波 劉波在哪裡 好 有請 好 首先呢 我們來邀請這個 Demi 來為我們做一下 這個分享 三到五分鐘